好现在呢我们来介绍FCUE的实验部分 这个拓谱啊我简单说一下啊 就是其实我们FCUE的设备 这个主机只有一个 考试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 当然我的一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能够模拟出两个的效果 他的考试这么回事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的图 我们这个跟考试图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这个考试怎么回事呢 他有一个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主机 这是一个C 他有两个口 一个FCUE的口 一个FCUE的口接到了DC2N5K1 一个FCUE的口接到了DC2N7K2 好还有一个C系列 两个口呢都接到了FAX 一个是DC2N2K1 一个是DC2N2K2 有的考试两个C 但是其实我的一个C呢 我有四个卡 出的效果呢也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考试的时候 其实只看一下Flogin 连重的也都不做 当然我这个实验是要全套啊 包含包含Flogin 包含V3重 什么都要做完 考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配Flogin看到了 就完了 看到Flogin就算结束 考试这个配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我这是要耍全套 我们要通过Flogin 我们要通过FCOE 连接在FC的网络里面 最终 这一趟还是要通的啊 这一趟还是要过来的啊 访问这个OpenE 我们让这个C系列能够看到盘 基本上就这个实验 好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图 我们这个考试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有这一个C 当然其实是模拟两台服务器了 有5000两个 2000两个 还有一个存储VDC 就这么一个环境 当然我一个实验 一个实验的介绍 讲到了一个地方的话 我再说一下这个拓博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在7000上 首先创建存储VDC DC2N7K2 就是创建它 先把这个存储VDC 先创建了 就这个存储VDC 现在创建这个存储VDC 当然我在我们这个图里面 就它存储VDC 然后呢 把接口 3-9-16 关联到存储VDC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接口 13-16 这是一个Port Group 孩子的Port Group 是我们的 我们的有一个卡是 我们来看一下槽 看看啊 一个我们用的很多的 最近一直主要在用的 应该是这个M卡 M卡是48GT的 它是一个端口 一个Port Group 所以有些发现 好像没有这个限制一样 但是我们的这个FCOE 还有FIRPASS 只能用这个F卡 48口的这个F卡 这个F卡是四端口 一个Port Group 那么 也就是说呢 那么 1234 5678 然后9-12 13-16 对吧 13 你看13-16 在典型的一个Port Group 好 这四个是一个Port Group 13-16 但是呢 还有一个11 11 这个这是考试要求的啊 这个11 接这个服务器 那么 由于有这个11 所以说我们只能够把 9-16关键进去了 因为11是上一个Port Group 90 11-12嘛 对吧 然后呢 13-14 15-16嘛 所以由于有了一个11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把9-16关键进去了 所以有点浪费端口啊 所以用四个Port Group 一个 四个端口一个Port Group 其实有时候会很浪费端口的 其实我就要一个口 但是我非得把四个一起放进去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9-16的原因 可能为什么不是11 你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嘛 他觉得这个为什么不是11到16呢 你就算敲11到16 进来的也是9到16 OK 这就是这个需求 关联接口 然后呢 还有把VSAN 101-102和VLAN 101-102 那么都要在这个存储VDC里面创建 依然是 两个VSAN啊 当然了 由于是FCOE 既要配VSAN 又要配VLAN 都是需要配的 OK 而且整体设计 我来给大家画一下 最终会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呢 走左面的 都是V3101 就是 这是V3101的 这也是V3101的 就当然这边没有画 这边是有 这边还有好多设备 去往这个OpenE OpenE 就左面的 都是V3101 然后右面呢 都是V3102 比如说这 然后这 这不是这么画的 画错了 是从这上来 从这条线过去 这也是 从这上去 也是从这条 绿线出去 要解吗 或者说 咱们还是 看这个官方的图 可能会看的 还要更清楚 因为是全图 我这个只是个局部啊 因为我这个 全画在一起 确实没法看了 我觉得 来说官方的图啊 怎么走呢 这是两个服务器吧 这个服务器的 左面这个口 V3101 走 这一片都在FCEOE啊 好 红色线出来了 这是FCE 往下 往下 到这儿 通过这个FCIP的电路 当然考试FCIP啊 我们这儿不是做FCIP 过来的 可以见吗 我再给你画一个 这个就是画起来不方便 再让我 我换一种画法 这个 PDF画起来就是费劲 再看一遍啊 这是一个服务器 这是一个服务器 它怎么走的 出来 FCEOE FCEOE 到了5000 到FC FCIP 考试这样的啊 过来 OK 好 同样这个服务器 右边 这是V3101 这是V3101的啊 好 走 FCEOE V3102啊 FCEOE 然后 转FC FCIP 过来的 好 这是一个服务器 好 继续 这是 这是另外一个服务器 这是其实另外一个服务器啊 好 出来也是 FCEOE 到这儿 然后 FC 下来 FCIP 通了 没了 同样的 这是一个服务器 FCEOE 到这儿 FCEOE到这儿 好 然后呢 依然是走 FCE 这还是FCEOE 然后呢 到了FC 今天我后面的实验 基本上就是做这个 只是 我不想再配FCIP了 就是这儿呢 我们是普通的 FC的链路连接在一起的 其他这些套路都是一样的 OK 就是这儿 我们不再配这个 这东西配起来挺麻烦的 我就用FC来替换 因为这刚才已经学过了啊 就是整体 我们今天的实验就这个 我们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这个局部 就是另外的 到FC里边我省了 我只是把FCEOE 这块里画了 FC里边省了 当然FC里边一会儿 还是要配的 好 V3 关联VLAN到V3 然后配置 然后配置 3-11的 VFC的311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配一个 第一个时间时间很多啊 第一个时间就是 要把这个311 这个VFC 就是这个VFC VFC嘛 VFC口 给配了 就第一个时间 因为是存储VDC的啊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一个一个开始来简单的配啊 我们先到 我们先做存储VDC 这个什么呢 是defaultVDC defaultVDC呢 我们看修VDC 我们能看到八个VDC 这是创建的 考试也是这样的啊 第二个VDC呢 我们考试是需要存储VDC的 但是开始的时候呢 他给创建的是以太网VDC 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要 千万不能手抖 敲错了 敲错了 把VDC删掉了 那个毁大了 一个VDC是多少配置啊 你要先看清楚 然后再yes 这个千万别过 我手一头 删错了啊 特别是三和四 那个东西 老多配置了 就是核心 那是核心设备了 相当于把整个核心设备给删了 把二干掉 然后紧接着需要做什么呢 安装feature fcoe 安装feature fcoe 然后授权 fcoe 模块 3 我得解释一下 只要是跟fc或fcoe的 都是按照口子 收钱的 口子还记得 开始八个 然后再买扩吗 这个也是需要花钱 买这个口子 授权的 那叫什么 一定要买这个口子 授权 当然我这儿是全部都有的啊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卡是全部授权都是有的 所以说呢 这是要给他安装这个授权 好 紧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授权 fcoe 表示这是有授权的 模块3是有授权的 OK 下面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命令 我已经敲过了 我再敲一遍啊 首先你要把feature fcoe 加载了 然后呢 安装授权 你要做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 systemqs 还记得吧 知道为什么是7亿吧 啊 有一个是不丢的 其余都丢的 要7亿 好 嗯 这个也做了 紧接着呢 开始创建VDC 不能回事了 把tap storage id2 一定是 存储类型的 VDC id2吧 因为刚才我删的 就是2号 现在我加进来 也是2号 你看 只能是F2或F2E 关联接口E3-9-16 刚才也说过为什么是 这是两个Pot Group 3-4是肯定不行的 4直接报错 说44M卡怎么可能进得去呢 他说Arrow移购后更多的接口 它的模块类型是不支持的 因为你看我们这模块类型是F2和F2E 你是M卡 所以说报这个模块类型不支持很正常 是吧 现在这已经关联进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一定要关联FCOE的微烂101到102 关联微烂进去 就是这个微烂是预留 给FCOE的 这个是一定要配置的 只有你这关联进去了101到102 你才里面才能配置 如果都不关联的话 里面都配不了 这是一个稍微特殊点东西 好 再搞定了之后呢 创建了全新的VDC啊 就Switch2 VDC 进去 全新的嘛 所以说什么都没有配置 给它配个接口 接口例子 10.1.1.27.24 好 然后呢 给它配个路由 这考试要求 知道这个玩儿为什麽要配吧 LDP DCBX 对吧 所以这玩儿一定要配啊 这跟那个5000不一样 5000一旦起了feature FCOE 它就起了 自动帮你搞定 5000很多都帮你自动搞定的 期限不会的 期限你这东西都得做 一定要起LDP 因为DCBX是需要它的 好 这个也搞定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show feature inable LDP起来了 然后show feature set 就好了吧 比如说呢 你不用到这个里面来 还记得 其他的feature吗 你需要在default的VDC里面安装 然后在普通VDC里面再启用feature set 这个不需要 你进来 你既然叫存储VDC 那FCOE它必须被激活 否则这不叫做存储VDC 所以你进来不用再去 来一个feature set FCOE的激活了 没有必要了 LDP一定要激活 这一点应该知道的 好 紧接着就开始创建 V3 两个V3 然后呢 这样特殊啊 创建VLAN 给VLAN起名字 好 这个很关键 关联 V3 首先你得创建V3 然后呢 你得创建对应的VLAN 用这个VLAN来关联 FCOE的V3 那相当于这个V3的流量 会在这个VLAN里面跑 这个一定要做 这个一定要做 做完了之后呢 有个很重要的命令 修VLAN FCOE 通过这个命令啊 你可以看到 你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首先 看到可操作 前面是VLAN 后面是V3 可操作状态 表示你VLAN也创建了 V3也创建了 关联也关联了 一切很正常 对吧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7000 为什么需要两个VLAN啊 因为你看 这个倒是V3102过来的 但你看他有两个连线吧 这边是V3101的 这边是V3102的 所以说他这个V3101和V3102 都得起 就是原因 因为他两边都要连 其实我给解释一下 这条链路是一个尾链路 什么叫尾链路啊 我能给解释一下 但是后面会配 这是考试故意找茬 给弄出来的东西 我给你讲一下 这个提的一个玄妙之处啊 这个提当时就解释 这个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 只要是考试 这个设备肯定是MPV 好 这边是正常的 那么MPV的话 就有一个问题 MPV就两种类型接口 一个就是下连 一个就是上连 对吧 下连 那么这个接口肯定是下连 下连服务器嘛 这个接口也肯定下连 下连服务器嘛 是吧 那么好了 这两个是下连服务器 肯定是下连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 要给他找上连 是吧 找上连 你看一下啊 这个FC是上连哦 是吧 然后这边的FCOE 他其实也是上连 他也是上连 OK 但你要知道啊 你上连到这儿 这就毁了 这儿是出不去的 你只有上连是走FC 才有可能通过下面链路 访问到OpenE的存储吧 对吧 你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死路一条了 因为这个Portchannel 是V3102的 这个也是V3102的 你一个101的到我这儿来 我怎么给你转啊 了解吗 为什么要有这条链路 主要是制造一个尾链路 因为如果说你有两个上连 那么你下连的接口 就有可能选择左面 也有可能选择右面 如果说选择右面 就死路一条 因为到了7000 这就这是个死路 那你吧 那这在考什么呢 上次好像讲MPV的时候 我说过啊 考一个MPV的上连链路的 手动映射 默认你不手动映射 他会随便给你选的 随便选的话 那就不一定会走这边了 左边了啊 他会走右面 走右面的话就死路一条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把下面的链路 全部手动映射到左面来 对吧 然后呢通过左面链路走 那就没问题 只要你走右面MPV 那就死路了 所以这条链路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主要是天乱 就是你不小心走这边 就走到7000就死路了 7000能够帮你转102 102人过来 走102 然后走这边 有问题 101他可不管 这条链路去往5000的链路 只走102 你101过来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这条链路完全是一个天乱的 虽然说天乱 但是我V3101102都得写 天乱也得把这个链路up起来 up起来才能天得了乱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这是101也得配 102也得配吧 两个都得配吧 对吧 毕竟得up 不up天乱就天不了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7000上 两个V3都要配 还要配两个VLAN 关联上相应的FCOE的V3 这是一个操作 而且一定要去通过这个检查 修VLAN FCOE 能够看到状态 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没问题 下面继续 我们就要配接服务器的接口了 看一下现在要配啥 刚才存储VDC已经创建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配接服务器的接口了 就是这个 311 3-11 我们要创建一个VFC 311 用VFC311来接服务器 建设这个配置 就怎么能够让这个服务器通过VFC311 FROGIN进来 就是相应的配置 看怎么配 首先我们到DC2 N7K2这个存储VDC 我们到E311 311 311 SwitchPort SwitchMode Trank 因为Trank 多VLAN的 多VLAN的 这个FC FC的VLAN Discovery 它是不是第一个包 是工作在LativeVLAN的 所以说面向客户的这种口 LativeVLAN要放 因为它要Discovery 然后Discovery之后 我给你讲 102 我自己活的 要讲 然后No Shutdown 这是个Trank 一定是Trank 然后Allow的VLAN E要放 还有你那个FCV的VLAN要放 好 紧接着呢 就是VFC311 请注意 这个311就是一个号而已 就是就是下配的一个号而已 那么只是考试的时候和习惯上 既然我这是3-11 那么我起个311 不是更贴题吗 不是更 更能理解是什么接口吗 请注意 这就是一个像Turnal 0 Turnal 1 Turnal 100 那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种ID 就是随便一个ID而已 好 再一个我要绑到接口 E311 就是我的虚拟的 要绑到物理口吗 就是也就是从这个物理口进来的 这个Flogin 就会Flogin到这个VF311里面来 要解 如果你讲究点的话 你可以去Allow一下V3 就只允许这个V3的来Flogin 那你也可以不敲 但是敲上去会 会要 后面看起来好看得多 因为如果说你不配这个 AllowV3 看到的结果就这样 你看 因为你没有去控制V3 那么这个相当于所有V3都允许吧 那正常就是E101 102 不是就是你就这几个V3吗 而且呢 你能够Flogin的只是V3102 看起来呢就不是很匹配 了解吗 你如果说你配了这个 AllowV3102 那么上面是102 下面是102 对吧 但是这样啊 我们因为考试的时候 还是推荐你就这么配 就不配这个 因为我们见到的所有的配置手册里面 手册里面都是没有配这东西的 而且啊 配置手册里面都没有配这个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配 但如果不配的话 就会看到这种效果 配的话就是上面102 下面102 直接弄下档 好 然后呢 V3 database V3102 interface VFC311 就把它这个接口 里面Flogin吗 我给你画到 V3102里面来 就这个意思 看下物理接口 Trunk Allow LativeVLAN 和相应的FCOE的VLAN 然后呢 VFC311 绑接口 绑接口直接弄下档 基本上就 这个基本上不用拍啊 绑接口直接弄下档 然后把它画到V3102里面来 基本上操作还差不多 你想想 我们正常的普通的接口 也是把这个接口 直接 画到V3102里面 绑接浪嘛 唯一多的操作 就是 以太网接口要配 绑一下 其他的也是 画V3102 这个做完之后 Show interface VFC311 L disable Show interface E311 DOWN的 应该是DOWN的 DOWN的 OK 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先看一下 我的U4S 开没开机 看了吧 这是很多人的误会 有些人觉得 这个电源开了 5K开了 他说这个U4S也开电了 那就开电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开电跟开机 是两回事 开电跟开机是两回事 这是U4S 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你要去访问 它的CIMC的网管中心 我给你解释一下 只要你 这个开了电 你就能够访问 这个CIMC 集成的管理控制器 相当于你BIOS 就能远程访问了 但是BIOS 虽然说能够 相当于远程的KVM 就能够远程访问了 但它并不一定是 开了机了 跟你们那个机 开机是不一样的 你admin 进来 这就是这个C系列的服务器 你看啊 开机 看到了吗 你根本就没开机 你看POW ON 你看状态是OFF状态 所以呢 虽然说你开了电源 电源只是说 这个CIMC起来了 你可以远程控制它了 但是并不等于 你开了机 这是两回事 我们把机开起来啊 而且我这个CIMC 它对我的这个 游览器的支持有点问题啊 我还是要用IE游览器 我看看IB地址多少啊 IB地址是117 上 这应该是昨天开的 这应该是 HTPS 10.1.1.117 但是U4S的时候 我们还会详细介绍这个东西 10.1.1.117 10.1.1.117 好 跑完了吧 然后点这个KVM console 就能把显示器打开了 就不用你去接 以前的接个显示器接个键盘 那多土啊 对吧 C系列不需要这东西啊 你只要开机 CMC就可以访问 然后呢 你在里面把这个开起来 你看这就是它的这个显示器 一会儿就要开机了 了解 好 这个机器咱们开起来了 咱们看一下Flogin有没有啊 我们先 Show Interface VFC311 311 你看102起来了吧 102起来就可以 因为我画 我给你画到102的 所以说你102能够起来就可以 然后紧接着呢 Show Flogin database 有Flogin了吧 VF311 VF311 V3102 FCID 两个WN 这很正常了 后面该怎么做 其实后面就是该画V上 画V上吧 做重嘛 就通了 其实所有的考试考到你Flogin看到了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的其实跟FC没有什么材料区别 是吧 但是我一会儿要给你做完啊 好 紧接着我们再看 有Show FCOE database FCOE database 你看啊 这个接口 这个是FCID 这个PWWN 这是它的SPMA的地址 SPMA的地址 然后呢 再Show FCOE 回车 你能够看到 最关键的FCMAP FCMAP Show FCOE 能够看到它 而且你看 我有一个FC F的mark地址吧 VFC311的 FCF的mark地址 是这个 那你想想啊 这就是一个点对点电路了 我给你画一下啊 第一个点对点电路就出来了 怎么看啊 这个点对点电路 这是我们的 7K 这是我们的 C220 那么 这是它里面的FCF 好 这么过来 物理口 是E3-11 里面这个口 是VFC311 对吧 然后呢 这边是FCF的mark地址 就是这个50 这个 你就不写了啊 就是5087 这个 这边的mark地址多少呢 这边的mark地址 就应该是 这边的mark地址 应该叫做 FP MA的地址 它应该是 0E 冒号冒号 FC 冒号冒号 冒号冒号 然后紧接在后面 就加上它的这个 FCID 它的23 冒号冒号 00 冒号冒号 这就是它的 FPMA的地址 OK 这是 这边是FCF的地址 是这个50 你只要 你会发现 只要多一个上来 它都会 多显示一个FCF的mark 那相当于是不是 这个地址 和这个地址 之间点对点电路 起来了吧 这就是一个 虚电路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点对点电路 跟你啊 就这意思 这是物 这是物理口 这是虚理口 然后这个虚理口 和它之间 点对点电路 这边的mark 是FPMA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mark地址 FCF的mark地址 这是点对点电 电路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点对点 电路挂接 就这么一个效果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 建立了存储VDC 然后做了一个 Flogin 很简单的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实验 在DC2N5K1 和DC2N7K2 存储VDC 建立MPV和MPIV的模式 就是这个 MPV到MPIV的电路 只允许 只允许这个V3101 通过之间的 ProChannel 101链路 来进行通讯 并且使用这个 原ID 目的ID OXID的负载均衡方式 最后配置 DC2N5K1的 E1-20的VFC20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在配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在配什么 这其实就在配 我们看官方的图 用这个画 就是在配这个7K 和这个之间的电路 配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是什么呢 这是典型的MPV 那它是MPV 我是它上行电路 那我必然是MPIV了吧 是吧 就是配这个MPV到MPIV 这个ProChannel 然后配完之后呢 要把这个E1-20的 这个VFC接口做好 看到Flogin 这是第二个实验 就是这个MPV的MPIV的 FCOE的ProChannel 要做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配啊 首先呢 我们先到N5K N5K1 这个我是切好了啊 上周我们讲过怎么切的 Show Feature Inable FCOE MPV 已经切过了吧 上周我们切过啊 这次不用再切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 Show Interface Brief 可以看到 接口也切好了 接口也切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5K1 我 我只走V3101 那我就只用创建V3101 然后呢 创建VLAN101 修VLAN FCOE 那你吧 你要看这个 这个看完了之后 下面呢 就是N7K2和N5K1之间的ProChannel 确实需要做个ProChannel啊 看这些借口 E1-13-14 E3-13-14 我们先得做一个以太网的ProChannel 然后再做相应的VFC的ProChannel 绑到这个以太网的ProChannel 就这个套路 就是总要配两遍 先配以太网 以太网搞通 然后再配VFC的ProChannel 然后绑到这个以太网的ProChannel上去 就可以通 看看啊 现在我们得把以太网的ProChannel 给搞定 Feature LACP 以太网先搞定啊 13-14 101ModeActive 只需要VLAN101就可以了 OK 这个没有必要放E 这个没有必要放E OK 那个E是只是客户里边需要用的 我们这个不需要 我们这个只需要V3101就可以了 因为也只用放它 因为只有VLAN101里面才是 只有它才在FCOE的VLAN 这有没有什么Discovery的过程 了解啊 他们之前发现不是用那个Discovery的 用那个DCBX协商的 所以他们不需要放E 他们只需要有什么VLAN 启用FCOE就放了 它就可以了 好 到7000上 Feature 是LACP 3-13-14 等会儿啊 Trunk 7000P 这个就是特别慢 好了 VLAN101 这个做完啊 首先你肯定得看 以太网破签的好不好 现在有个没起来吧 再看 修以太网的破签的好不好 俩屁了吧 这边也俩屁了 这种也好吧 以太网的 要好 好 紧接着呢 我们在DCRN7K1上 Feature NP NPIV了啊 我们7K是NPIV 再看看 你是NPV 你已经切了 我自己的上连 我自然是NPIV嘛 一定要起NPIV 如果说我这儿不起NPIV 这个破签就起不来 他直接报错 上行设备 没有NPIV 所以说起不来 所以一定要起 NPIV 然后VFC 破签 在7000上 就是用VFC破签 在5000啊 没有这个命令 5000就是普通VFC 好 然后绑定到物理接口 又绑定啊 又是绑定物理接口的 然后Mode F SwitchMode TrunkMode SwitchTrunk AllowV3101 只需要V3101就可以了啊 1都不用管 因为你起1也起不来 因为你在VLAN1里面 就没激活 对吧 你说你Allow1 1也起不来 他比较FC啊 FC来个1 两边都有1就起来了 这个你起1 他也起不来 因为你所谓的把VLAN1 也做成FCOE的 我们不可能把VLAN1 这么重要的VLAN 给它起FCOE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1 你看以前那些FC都有1 我们这个就不能有1 起1的也起不来 是吧 因为1 首先那个VLAN就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101就可以了 这边搞定 5K1 5K1确实没有什么 看问一下 确实没有什么VFC-PortChannel吧 没有 它就只能是简单的101 然后Beam的Interface PortChannel 101 好 SwitchMode NP 刚才敲了吧 F吧 F 对吧 上面是F吗 下面是NP Aloud Trunk 很多说不能敲Modon吗 ModModon 敲不了 Aloud V3 101 LowShadow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又看一下在7000上 ShowInterface VFC PortChannel101 101起来了吧 对吧 由于我这是F口 不是F口 当然是TF嘛 创卡了起来的 那所以说呢 我能够看到 ShowFlogin 看一下啊 这是 VFC311的 刚才看到的 这是下面那个5K 做的Flogin 看一下啊 这是那个5K 做的Flogin 好 我们再看一些细节 我们再看 ShowFCOE 回车 你看啊 这是刚才那个接口吧 现在又来了一个 FCF的 又来了一个吧 是吧 那这个 其实呢 这跟这个原理差不多 它又来了一个口 这是7K 这是5K 但是5K 这可是模拟的一个主机啊 你完全可以理解 它是一个模拟的主机 好 这是两根物理线 这两根物理线 但是 但是 两根物理线 咱们做的一个PortChannel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又绑定了一个VFC吧 是吧 然后这又一 又需要一个V 这个FCF的模拟例子 就这个模拟例子 那就吧 这个 所以说呢 这边的模拟例子 就是E4 我写一下 写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 E4的这个模拟例子 是在 这边的 另外一边 你看一下 他 修FCOE 回车 你看下面这个 就没有FCF的地址 因为下面 如果说是交换机 如果它是交换机 它下面一定有一个FCF的模拟例子 但是由于它是 它是 它下面是N口嘛 所以它下面的模拟例子 应该是 就是跟 7K对的 应该还是老规矩 就是 它 加上它的FCID 这么一个模拟例子 是下面这个模拟例子 因为它下面 确实不是一个E口 它是一个N口 所以说 下面在N5K1上 这肯定看不到 这个FCF的Mark 因为它都不是 我都不是FCF 什么来 哪来什么FCFMark例子呢 因为我是NPV模式 是效果吧 好了 这个 我也搞定 下面我们继续 我 N5K1 这儿还有一个E102 E-20 那么这是 也是这个机器的 另外一个接口上来的 好 准备开始配这个接口 这个配法 应该跟刚才的配法是一样的 1人到这个5K上 E1-20 Tunk Allow V3 1 101 这个面向 主机的要1 101 互联的 不需要 互联的V3 也是什么V3 就是什么V3 只有接 你反正记住 互联那些根本就 就是什么V3 什么VLAN 就放了一个 就可以了 但是接主机 一定要来个1 然后 深层数 Port Type Edge Trunk 都要建议你敲这句话 刚才很多人会问说 7000为什么没有敲 7000敲不了 7000敲不了 7000 它是存储VDC 存储VDC 应该说 它可能深层数这种技术 都不太简单的支持 这没有这命令 存储VDC里面 没有这个命令 好 但是呢 5000你就得敲 要敲这个快速 相当于是端口快速 Edge Trunk VFC 20 绑定道接口 E1-20 No Shutdown V3 V3 101 Interface VFC 20 好 这个呢 我们又看一下 我们先 Show Interface VFC20 这还是很快的吧 就来了 当然呢 由于我是MPV 所以说Flogin肯定没戏了 但是我应该可以看 Show NPV Flogin Table 我Flogin来了吧 对吧 但是你看 MPV只能看 Show NPV Flogin Table 能够看到 我相信的FCID 哪个接口上来的 两个WWN 都没问题 是吧 好 这个看到了 然后呢 由于我现在看好 现在我只有上 一个上联口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现在 我这 过来 那么上联口是这边吧 当然了 这条路是死路 因为这条 这条战线 咱们还没打开 是吧 现在三联口 只有去 DC2 N7K2的 如果说你保持这个状态 那就死电了 走 DC2 N7K2 那是死路一条 对吧 现在呢 由于这条战线还没打开啊 现在只能这个效果 所以你看 在DC2 N5K2上 修NPV的外部接口使用 你发现 我就走的这个VFC101 就说现在这条路就是走的 从这个上来到DCN5K1 重新拿根线画一下啊 上来 然后走的这条电路去的 N7K2 这条路如果保持肯定是死路一条 但是一会儿我会把这个FC的战线打开之后 我会手动的映射上连建口到这边 一会儿我会手动的映射过去的 现在反正就这个效果 好 呃 所以说呢 我们在 DC2 N7K1上 再收Flogin 有人看到 两个了啊 这应该是N5K2来的Flogin 这就应该是那个下面那个C系列服务器的Flogin了 两个了 那你啊 呃 而且再看修 FCOE 呃 Database FCOE database 这三个设备 然后呢 可以修FC 修FCOE 但这个接口依然没有没有变啊 我的画个头 就相当于 这个接口下面 这个E4啊 对了一个设备 因为这是NPIV啊 NPIV 那么这下面可能有多个注册 这是其中的一个 注册上来了 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C系列的 它也注册上来了 NPIV嘛 一个接口多个Flogin嘛 这完全可以的 是吧 那么这个接口也会有一个FPMA 他们两个地址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地址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对应的上面的FPF地址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 就是由于这是FCOE 每一个FCOE 只会有一个FCF的Mark FCOE 尤其是FCOE 只有一个FCF的Mark OK 就上面这是一个口 但下面会有多个 一个N5K的 一个是这个C系列的 两个 好 这个刚才你看过了 好 这个说完之后 下面我们要看一下 配一下复载均衡 这是我们考试要配的 考试说要用什么复载均衡 我们看一下前头 要用这个SID DID OXID 这都在说FC的原ID 原FCID 目的FCID和OXID 要解吗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能够配的 主要是配这个PoChannel 你虽然说你里边想走这个 但你外面实际是走的以太网 对吧 那么以太网的PoChannel 有一个负载均衡方式 我也解释一下 这个文档说的 你的以太网的PoChannel方式 你必须得改成原目地址 加端口号 就类似于映射到 里面的FCOE的 原ID 目的IB OXID 还记得当时我比喻也是 OXID就端口号 就它是一种映射关系 你只要把以太网改成这个 那么里边就 这个FC流量 过这个PoChannel 就是原ID 目的ID OXID的效果 它的一个映射关系 所以以太网你要改 改成这个 要改的话 在N5K上 那么直接PoChannel Load Balance 原Load Balance 以太网 原目端口 OK 在7000上 我麻烦一下 7000要改负载 交通方式的话 需要回到 Default VDC 原目IP 加4成端口 运动2不一样 模块3 模块3就是F卡 好 然后切回去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实验 第三个实验 就是DC2N7K2到DCRN5K2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交换模式的 VE 的多条FCE 这是多条FCE 就是正常的交换 之间就是VE 要配这个VE 也有说呢 我们要配 把这些插了啊 这G卡的要命呢 就在做这个 这个PoChannel 这PoChannel 这就是途中的E了啊 当然他说是VE 写之就是E嘛 这是一个多条FCE 这个链路的配置 这个链路配完了之后呢 这个只允许 在这个PoChannel里面 只允许V3102 然后呢 依然要调负载 进行方式 就这么 这是实验3 好 我们到DC2N5K2上 准备看一下啊 修Feature In Iable FCE 激活了 没有MPV 我们是普通的模式的 同样的VSAN database VSAN102 LAM VSAN102 VLAN102 LAM VLAN102 FCOE VSAN102 修VLAN FCOE 看着没问题啊 看着没问题啊 一定要创建VSAN 创建VLAN 关联 VSAN 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依然是要把物理的以太网PoChannel做好 然后再绑 然后再绑 对吧 这基本上是老规矩了啊 物理的Procent做好 我们到7K2上 嗯 我们看这里的接口啊 3-15 16 3-15-16 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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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w VLAN 102 好 5K2 这边 LVCP 15-16 Alaw Alaw VLAN 102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依然看PoChannel状态啊 PoChannel Summary 等一下等会啊 P了 同样的 N7K2这边 PoChannel Summary 就是P打啊 以太网底层做好 然后继续 在上面配 VFCPoChannel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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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E啦 5K2 绑到102 e allow v3 102 no shutdown 这个做完依然到 dc2上来 vfc pochannel 102 再等会啊 没有阿法啊 这个是要看这个的 由于是e口就一定要看这个sup 如果f口就要看flogin 再等会啊 102 ok 102起来了 这个相当于 fcue的pochannel 当然了其实是看的是 vfc的pochannel 是好了 而且相应的v3已经up了 好继续看 秀fce 看啊 这边我又多了一个fcf的mark例子了吧 然后dc2n5k2 它也是有fcoe 它也有个fcf的mark例子吧 那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看看啊 又来了 我把这个n5k2 这是1我们这是n5k2 然后呢这是两个物理口 然后呢我们绑了pochannel 以太网的pochannel 好 然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是这个vfc pochannel 好 跟这边的我们也有vfc 这两边都是e 这是e 这也是e 慢点啊 然后呢上面这一头的mark例子 就是这个mark例子 什么呢 就应该是 就应该是它 这个mark例子 下面这头这个e 的mark例子什么呢 就应该是这个mark例子 看到了吗 就这么个效果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两个e也是点对点 又来了啊 这两个e也是点对点 这两个mark例子 这里就看得到 好 同样的你也可以看 在7k上 vfcoe database 在看这个database的时候 首先你前面这些都是flogin的 下面还能够专门给你提一个出来 专门提一行 是ve端口的 他会看到远端 这应该是我这个口 对端那个n5k2的那一头 它的fcf的mark例子是这个 你解吗 这是看对端的 同样的dc2n5k2这边也是 showfcoe database 你看他也有一行 是ve的 他也能看到 我这个口远端那一头 7000那边的fcf的mark例子 你能比较一下 这是绝对 绝对是刚才我看的的效果 这也是点对点吧 反正所有我这里记住 都是mark到mark的点对点 有fcf到fcf的 有fcf到这个下面的n口的 都有 好 这个刚才都看过了 这就是我昨天也花了点时间 画的 这种效果 其实就是刚才我手画的图 只是我这次用 把它画的更漂亮一些而已 你看啊 首先两个vfc的pore channel 两头都会有一个fcf的 这确实是fcf嘛 这是fcf就是fc交换机 它只是这个交换机的一个子部分 问题啊 子部分 好 这两头接在一起 两头都有mark例子 而且都看得到 就通过 看看上面啊 就通过这有ve 这能看到远端的 然后呢 这是看到本地的 请注意啊 你修fcoe 这看到本地的 然后呢 你修fcoe database v这个地方看到远端的 你两端就看得到 mark例子 这个 好 然后呢 刚才n7k2呢 v311刚才有吧 好 你也能够看到 本地的fcf的mark 应该就是 本地的fcf的 应该是这个 mark例子 然后远端的mark例子 就应该是 他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物理的mark例子 这个物理的mark例子啊 应该是从哪看到的呢 物理的mark例子 是这看到的 这是spma 对吧 好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 fpma fpma呢 就两个 就是前面的fcmap 后面是fcid 这正常的 好 这一边呢 就稍微麻烦一下 这边是 上面是npiv 下面是npv 所以说呢 这个是fcf 这个也是n 这个其实也是n 当然这个其实np啊 对吧 好 你注册上去 在上面看到的 其实就是 他认为下面就是两个n的设备 普通的设备 所以下面也依然会有 他的物理mark 然后呢 也会分两个fcid 所以说呢 也会有两个fpma 所以说呢 你总要记住 总是点对点 点对点 mark例子点对点 这两个呢 是fcf的pool里面的mark例子 这个不是fpma 但是正常的 这个下面可是fpma啊 紧通讯的 对吧 这就是足跳进通讯了 好 同样的这条电路也要负载均衡 要做负载均衡 因为都是去dcrn7k2 dcrn7k2已经改过了 我把这条改了就可以了 负载均衡 原木端口 这就类似于原id 目的id id oXid的效果 好 这些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另外一端给准备好啊 其实这就是比较 这就是相当于fcoe的都搞定了 现在我们要把附属的 其实不太很重要的 这fc这些链路 要做好 这不用fcip 我这搞一个直接fc的pochannel 连过来 当然这就是fc的配置了 我就稍微打快一点 因为fcoe里边已经都做好了的 到dcmdse dcmdse dcmdse 那就是看看啊 dcmdse 就是 他 dcmdse 最远的这个设备 dcmdse dcmdse database v3101 v3101 v3102 v3102 v3101 interface fc1-10 open-e的fc0 v3102 interface fc1-11 然后interface fc1-10 到11 no shut down show flogin interface 这两个flogin 应该是open-e的 是吧 有了 好 然后紧接着呢 我要打通 dcmdse dcmdse lo shut down 1-7-8 搞定 现在来到dcmdse 就是到这个设备 到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上 这个设备上 v3101 102 破线都做了 1-101-102 fc1-7-8 看看效果 200 200 200 ok 起来吧 这个起来了 好 这个已经看到起来了 然后紧接着呢 就要配 看一下啊 要配这两边的 这条fc 和 这条fc 两条fc 需要配 这样的话 才能够接入从fcoe 接入fc网络嘛 这两边的fc要配 先配dc 左边这一片的啊 左边这一块的 interface po channel 11 channel mode po channel 哦 不能是po channel 11啊 sample channel 11 看有没有这东西啊 我没有 interface sample channel 11 有什么问题吗 dcrn5k1 interface sample channel 怎么办 dcrn5k1 不上配 dcrn5k1 这啥意思啊 这啥意思啊 看看啊 这怎么了 诶 show run interface sample channel 有什么不能拍的吗 我先把nointerface po channel11拍了啊 干掉 sample channel11 哦 我知道了 这个名字还不能重叠的哦 你这个 这个用了101就瞧不了 就po channel用了 这个id sample channel就用不了 我第一次守悟发现 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 有了吧 因为刚才我没有漏掉 所以我一直上不去 呃 这个好了 然后channel mode active switch mode np 好了 又是np了啊 看看啊 上面是npv 下面自然是npiv 那么这条电路上面必然是np 下面必然是f 我再配上面 那么上面必然是np 31到32 好到下面 dcmdse featurenpiv 这要有吧 还要挑一个fpo channel trunk 就是要要让f考一个人 这是po channel和trunk 两个啊 npiv和这个feature 都要请 po channel11 f 我是npiv 我是npiv 他是npiv 他是npiv 我是f mode on trunk mode on trunk trunk allow v3 101 speed 2000 为什么要调2000 因为如果都是保持默认的4g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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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个效果 嗯 show interface po channel11 show pro channel11 show 没错啊 show interface pro channel11 ok 摇摇起来了 左边要链路啊 npv npiv的链路 摇摇起来了 好 现在 就要调一个重要的东西了 刚才 我们是先配了这个vfc20 他上来了吧 然后后来我们配了这个npvnpiv的链路 当时没有可选择的 所以他会自动的映射到右面来 那么去了dc207k2就死了 现在呢真正能够出去的电路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vfc20重新映射到这边来吧 这需要手动做 需要做一个uplink切换 如果保持默认的就通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切他的uplink 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到dc2n5k1 首先把vfc20先shutdown 然后手动改 vfc20 外部接口是samplechannel11 左边那个samplechannel11 数据是吧 然后呢 vfc20 no shutdown 这样的话 你修npv外部接口使用 这个音色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flogin你看啊 那开始这个flogin 是到我们的n7k这边flogin的 就是这样 然后到这边flogin吧 现在应该是改到了下面 到dc2mds1 其为flogin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7000上 showflogin 开始还记得这个口 下面有两个flogin 现在只有一个了 因为他已经切换到dc2mds1 去做flogin了 两个flogin 已经切换到下面去了 这就是正确的引导了流量 这就是一个考试的重点啊 就是他故意给你制造一个问题 而且先让你配这边 你就肯定是走这边的 然后你就算把这边配好了 他也不会走 你需要手动切 要把它切过来 才能够正常工作 好 你会发现在dc2mds1 他就在这边flogin了 在n7k2这边 他就没有flogin了 就切到下面dc2mds1了 没有再走dc2mds2 好 然后还要做的 基本上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现在拍的基本上 就跟考试一模一样的 差不多我觉得啊 现在我们要拍这条电路 这是E的 E会简单做 到dc2mds2来 SampleChannel 这应该是12 这应该是12 ModeOut TrunkAllow V3E A的102 fc的啊 都可以来个1 fc1的 一般来说就是 哪个V3就可以了 fc可以来个1 没问题啊 fc可以来个1 到下面 E Trunk ModeOut Tunk Tunk Allow V3 102 这个可以A的一个1吧 这没有问题啊 Speed 2000 2000 Fc1-5-6 下面 下面再看一下啊 Show Interface PoreChannel12 2 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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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吧 都起来了 有1 好 现在要通 那先把重做了 基本上就要通了 重是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啊 有几个设备 首先 首先在V3 101 101里面 肯定是有 fc0的 在V3101里面 肯定得有这个口 这个口 这个口不是走的 N5K1吗 是吧 然后呢 在V3102里面 肯定得有 OpenEat fc1 还得有他这个口 是吧 这个流量可是有点费劲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重给做了 重 Lam 重V3101 V3101 Member 以前我们都做的Alars 当然Alars会更好了啊 但是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我们就用PWWN 第一个 V3101的 肯定得有OpenEat fc0 我在哪做的 哪做的一样啊 反正都是同步的 他 然后Member PWWN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应该是这个10 第二个上来的 这应该是C系列的那个网口 应该是C系列的这个 这个口 继续 继续 重Lam 重102 V3102 Member PWWN OpenEat OpenEat FC1 还有一个应该在7K上的这个VFC311上来的这个接口 这切的不对吧 这切的不对吧 是死 没错啊 OK 重做了 开始中 ZoneSet 把Zone加进去 然后 然后 发出去吧 这里先敲 后敲无所 发出去 然后ZoneSet 好 现在看ZoneSetActive 通了吧 通了吧 这边通了啊 表示整个网啊 这个网还是很长很长的距离啊 这个网影整通了 网影整通了 现在呢就是 我们有几个 就是要OpenEat这边得做 OpenEat得做 让他能够访问 OpenEat那边应该是没有创建的啊 把OpenEat的先创建了 OpenEat 我们的OpenEat 继续来 继续来 好 两个WN 需要起个名字了啊 应该都是这个10的 一个是V3101的 一个是V3102的 C220 V3101 V3101 再来一个C220 V3102 两个 好 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做主 创建一个C220 我相信了券还没有创建 我先把券创建了 还有一个券 FC 高速 我拿个四季 我拿个四季 继续到左 把券加进来 券加进来 那把他们俩加进来 允许 券也加进来了 这两个加进来了应用 OpenEat这边也准备好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最好能够把那两个接口 shut down shut down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访问了 到 N5K1 VFC 20 shut down no shut down 这边 VFC 311 shut down no shut down 好 好 紧接着呢 我就要 登录这个 essi 的 网管页面了 这个essi的网管地址应该是 124吧 还是想不起来了 看我PPT里面有没有 204 是这个C系列的啊 204 204 这是C系列的 essi网管页面 这是它的看一下啊 这是它的这个显示器 接着显示器 这是看到它的essi 这是essi 204吧 呃 这是它的这个显示器页面啊 然后这样的话我通过这个能够网管它的essi进入网管页面了 呃我们到配置 我们到 存储适配器 你看啊 有四张卡 这就是现在我配的这两张 然后一会呢 还有思客的专门的VIC卡 现在两张你看好 看到设备了吧 看到设备了吧 你完全可以添加这个添加存储器了 已经看到就OK了啊 明显的看到设备了 是吧 两个卡都看到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FCOE 但是还有两张卡没配啊 这两张卡我们主要做个Flogin就可以了 呃 我们再回忆一下整个的过程啊 啊 再重新画一遍 这个确实这个距离确实有点长啊 再看一下啊 怎么走的 是吧 这过来 FCOE 然后这是 Flogin 啊 呃 这个到N5K1 也不是Flogin啊 这是MPV 反正这是FCOE 然后转到FC 下来到这儿Flogin了 因为它是MPV嘛 是吧 呃 而且还是 这是干扰链路吧 干扰链路把它干掉了的啊 我们是手动的关联到这边的 uplink的 还有一个呢 是这条链路 这条链路走 DCRN7K2 走这个E链路 这是FCOE 这也是FCOE 然后由它转到FC 怎么过来的 是吧 这个配置啊 还是有点远啊 又有FC 又有 呃 FCOE 还有MPV 基本上考试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这个配置 考试还没有这个复杂 考试基本上啊 把这个Flogin做完 就不做了 做也不做 啊 啊 OpenED也不配 基本上考试能把Flogin看 基本上他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啊 比我这个还要简单一些 好 继续还有两个口 这是司科的 这是司科的VIC卡 啊上面只是普通的Emunax的卡 这是司科的VIC卡 好 这要配啥呢 我们再看这个图 就是 还有两张卡啊 这张卡会 稍微还麻烦一些 但是我们只做 只做的Flogin就可以了 就是 你看啊 这是一个增强型VPC VPC又来了啊 这是一个VPC 这是一个VPC 挂两FAX 挂两个FAX 对吧 然后呢这两个口 一个走FAX103 一个走FAX104 FCOE流量 也是这么 FCOE上去 过来 在FCOE流量上去 这么过来 但是你请注意啊 这有VPC又有FAX 又在FAX上面跑FCOE 这是必考 每次都考这个东西 它这个图是固定的 就是固定考这个东西的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得把VPC搞定 再看一下这图啊 这是 增强型VPC 我们讲过啊 这是VPC 然后挂FAX的 是吧 现在我们继续 我们到DCEN5K1 FeatureVPC FeatureFax FeatureVPC VPC配起来 VPC VPC Domain 角色优先级 51 Pier KeepLive 目的 10.1.1.3 12就是王管口 10.1.1.31 VRFmanagement 然后呢 两个5K之间互联的口是 1-10-11 我给它绑到一个Channel300 ModeActive 然后再PoreChannel300 VPC PeerLink 两个5000啊 对接的口就是10和11 给它绑到PoreChannel300 然后PeerLink N5K2 VPCDomain 55 角色优先级 52 那我就是Secondary了 那边51是Primer了 PeerKeepLive 10.1.1.31 我这儿是10.1.1.32 VRFmanagement 互联接口10和11口 300 300 VPC PeerLink PureLink VPC看看 PeerLink现在没起来 CableLabOK 再看一下 没起来 OK了吧 PeerLink OK了吧 CableLab也OK了 然后下面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好 VPC好了 下面就要配FAX FAX也有特殊的 我得解释一下 FAX103 FCOE FAX104 FCOE 它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说看这个图的话 我把这个图重新再删一下 啊 这怎么这么不好删呢 哎呦 我成不敢尿吧 这受不了 我说了这个FAX的问题啊 可以解释一下啊 FAX的话 如果说我这边 按你说 我这个FCOE上来 这个FAX有可能是走这边 就是比如说这边是V3101 这边是V3102 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啊 从VPC的角度上来讲 到这个FAX完全有可能这么上就走 也可能这么走这边去吧 就是FCOE的流量 感觉啊 FCOE的流量 可能走5K1 也可能走5K2吧 这是不行的 不能这么配 我们的FCOE的流量 只能走一根线 虽然说以太网能够双上行 就是以太网能够 这根线也没问题 这根线也没问题 但是FCOE流量不支持这个 FCOE流量不支持这种VPC VPC的这种双上连 它不支持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定义啊 就是FAX103 按理说这有FAX103 这边也有FAX103吧 那么你只在左边的FAX103上面 起FCOE FCOE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到了FAX103 只会走5K1 按理说两边都有 FAX104吧 这边也有FAX104 但是你在右面的FAX103 4上面起FCOE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流量到了FAX104 FCOE流量啊 只会这么走 你有意思吗 它不会斜着走 斜着走 只是普通以太网会斜着走 但是FCOE 只能走一条电路 不能两条电路 同时走 我也解释一下 这个是不可以的 而且你一定要在FAX上激活FCOE 而且例子只能在一边激活 你两边激活是不行的 两边都有103 左边激活103的FCOE 两边都有104 右面激活104的FCOE 这样的话 V3101的流量 我给它配 走FAX103 然后走5K1出去 然后呢 V3102的流量 我给它配 允许走FAX104 走N5K2出去 就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需要在FAX上 首先要激活FCOE 再说一个 这些FAX2000 你认真看 不是所有的2000 都是FCOE的 我这个是考试2232PP 是可以支持FCOE的 但是请注意很多FAX 都支持不了FCOE 一定要看 我这个是支持FCOE的 N5K1 FAX103 FAX103 FCOE FCOE 104我就不派了 因为它会 其实也会自动产生的 我这个呢 只是不是为了创建FAX103 而是想在FAX103上 启用这个FCOE的功能 E1-1-1-2-103 PoChannel103 ModeFaxFabric 关联103 VPC103 E1-3-4 104 PoChannel104 ModeFCOE ModeFaxFabric Fax关联104 VPC104 VPC104 到N5K2上 Fax104 FCOE 103就没起啊 这边是104起的 FCOE Interface Interface E1-1-2 Interface 104 104 ModeFaxFabric ModeFaxFabric FaxFabric 关联104 VPC104 VPC104 3-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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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103 VPC103 好 这个配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ShowFax 这边已经动了来了啊 看这边的Fax ShowFax 马上就online了 这104怎么了 这边都赢OK啊 104 104 诶 ShowFax VPC 104 ShowFax 诶 104怎么还不来 OK啊 有点慢啊 OK 都已经在线了 OK 左边的5K1 Fax103 FCOE 右边的5K2 Fax104 FCOE 好 做完之后下面这个配置就有点神奇了啊 嗯 到N5K N5K1上 要了解啊 103-1-20 我们先说 我们先把理论说清楚啊 103-1-20 103-1-20 103-1-20 其实就是这个口 103-1-20 这个口 103-1-20 104-1-20 104- 103-1-20 phones 103-20 103-16 103-1-20 N5K1-104-20 104-20 很多人 求Not 这个接口不一样的配方 5K1 E103-1-20 Switch Mode Trunk Switch Trunk Allow V3 微烂 E101 还应该加上一些适当的以太网的微烂 适当的以太网的微烂 当然我这个也没有其他适当的以太网的微烂 就没加 应该可以加上适当的以太网的微烂 好 然后呢 101 在5K1这边走 它额捞了101 那你一会看啊 在5K2上同样配这个接口 我就没有额捞101吧 那比如说呢 FCOE这个101只走5K1 那么它不会走到5K2那边去 要解吗 你看啊 同样的一个接口 OK 到5K2那边 同样这个接口啊 1 和适当其他以太网微烂 当然我这没有啊 所以说我就只给了一个1 应该有适当其他以太网微烂 但是101肯定不能给 因为101只走左面 右面不走 走右面也没有用 因为右面的105K103根本也没起FCOE 对吧 你看啊 同样的一个口两个不中配置 好 然后到5K1这边 因为这个流量只会到5K1这边 它的VFC103 绑定到以太网易 103-1-20 no shut down V3 database V3101 interface VFC103 同样的一个口 104-1-20 这个口 102 104-1-20 左面这个 在5K1上 只额捞 微烂1 右面额捞1和102 而且 FAC104 只有在5K2上 是激活了FCOE的 E104-1-20 Tronk Tronk allow VLAN E102 你看右面就有E102 Tap Edge Tronk E 这边配好了 到5K1那边 104-1-20 104-1-20 Enlaw 微烂1和4档微烂 AgeTronk 我这都敲错了 应该是AgeTronk AgeTronk 好 然后到 DC2这边 104 104-1-20 好 这段配完 这个配法还是很特殊的 首先 FAC103 FCOE FAC104 FCOE 好 然后呢 VLAN 101 直走左边 102 直走右边 配置都不一样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要看到 FCOE 我们需要把 Flogin 需要把这个重启一下 因为它的VIG卡 它主要是用于3Boot 这种功能 所以说呢 需要给它重启一下 在重启之后啊 我们能够看到Flogin 基本上就 结束了 DCRMDSE DCRMDSE 两个Flogin在哪看呢 DCRN5K2 这个可以看到Flogin的 应该 现在没有 应该是没起来 另外一个DCRN5K 一直看不了的 它是MPV 一直能到DCRMDSE上看 ShowFlogin的对手 这还不是啊 这次两个还不够 应该还来一个 我们先看DCRN5K2的Flogin 要有了才说 有了吧 VFC104 看到了吗 然后呢 在DCRN5K1上 虽然说看不了Flogin 但是能够看 MPV的Flogin的Table 103也来了吧 103的这个 28002 看一下啊 应该是三个 28002来了吧 这就没问题 当然了后面呢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必要再去反复做了 后面就是 依然是把它 把它V3都画好了啊 后面其实再做一个 就做一个中 把中做完了之后呢 你在OpenE上呢 创建适当的券 然后呢 做Long Masking 允许他们俩访问 就OK了 了解啊 其实主要是一个Flogin 其实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把这些派了之后 他一看以后 Flogin就成功了 后面呢 什么做中都不做 什么做什么 那个Long Masking 都不是范围 OK 好了 OK啊 咱们FCOE 咱们就讲到这儿啊 咱们整个存储 基本上就讲到这儿 存储呢 应该说呢 就两天多 一点的时间 那么存储呢 应该说 知识体量 其实并不是很大 相对于Lexus 还是要小很多 Lexus是很大的啊 存储的知识体量不大 而且派置量 派置的东西 其实不多 但是派置量 其实也不小 但是派置的命令 基本上就得有命令 反复来打 什么重啊 V3啊 这些东西 命令并不多 但是打质量 特别是最后这个 这个Fax这个 确实量比较大 OK 咱们这周讲完 下周就开始VSphere 6 马老师来给大家讲 OK